电线杆上方的电线冒出了火花 民众路过看到吓雷大跳赶紧通报台电 这是位在彰化祖堂的一根电线杆 几乎同一时间 彰化除了祖堂 还有方圆北斗浦岩等 南彰化的乡镇停电了 总共13万户 在时间停电我们就无法营运 咖啡机也没办法做萃取的动作 那客人买的饮料也没有办法帮他做封膜 比如说有一些照明的部分完全都没有 路口红绿灯不亮 餐饮业店家生意停摆 机关单位也突然停电 生物局黑漆漆 邮局室内也按了下来 台电查出是张林超高压变电所设备 汇流牌异常 引发系统启动了保护液电 隔离障碍区避免扩大 造成彰化线部分地区总共13万户停电 都是在南彰化地区 南彰化的电力的上游变电所故障 保护机制启动开关跳脱 使得第一时间有13万用户受到停电的影响 至于电信杆上的火花 研判是融丝链开关接点 因为研害接触不良 造成温度过高走火 沿海地区吹海风比较容易有这样的状况 影响不大 但是刚好在这一波停电时间 这次13万户停电是11点17分发生 7分钟之后陆续复电 电线感冒火花的时间是54分 11点58分完全复电 台电后续查出 是戚风开关设备故障 电力送不出去 系统启动自动保护机制 保护液电将相关电器设备跳脱 避免爆炸 也因此导致南彰化13万户停电 TVS新闻陈志中吴淑平 彰化报导